在这里有上千台一模一样的智能机器人 但其中有一个却是被通缉的杀人犯 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藏起来的机器人感到害怕 果然当男主再次准备开枪时 他终于按捺不住了 侧身看了一眼 但是这里的机器人实在是太多 一转眼的功夫 他又藏了起来 就这样找下去 跟大海里捞针没有什么区别 可机器人却选择了先发制人 他把男主扔到了墙边 随后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说完他转身一个跳跃 扒开了卷闸门逃了出去 壳外面早已经布满了天罗地网 最终他还是被人类抓了起来 在警察局里机器人被关进了审讯室 六个特警手持武器对他严防死守 在机器人面前放着兰妮博士的死亡照片 男主审问他 为什么要把创造他的兰妮博士杀死 但是机器人并不承认杀了老人 还称老人是自己的父亲 并且给了他人类的情感和做梦的能力 男主一口咬定就是他杀了博士 结果惹得机器人直接发飙了 愤怒的咆哮 紧锁的眉头 和带有情感的眼神 这绝对不是一个机器人应该有的 他平复了一下情绪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男主也尝试着用平等的态度 和桑尼进行交流 就在桑尼准备要说出一些重要的线索时 机器人公司的总裁带着律师团队打断了审讯 他说就算是机器人杀了博士 那也只能算是机器故障 不能算作谋杀 就这样 桑尼被他们带回了公司 但这也让男主更加确定 兰妮博士的死因一定隐藏着巨大的阴谋 他当晚就来到了博士生前的家中 试图在这里找到一些重要的线索 可就在这时 别墅外的一台重型机甲动了起来 乌刚打造的机械臂疯狂的猛砸 稍有不慎就会被他砸成肉泥 男主一路狂奔向外冲去 就在这生死一线之际 他还不忘救下一只小猫咪 调查的线索刚有一点进展 就遭到了灭口 男主更加确定 案件的阻力越大 查出来的真相就越会惊人 男主没有放弃 他继续调查兰妮博士的死因 但在另一边 机器人公司的总裁 却再次对他下了诛杀令 他派出了两台大货车 一前一后将男主夹在中间 男主察觉到了不对 立马开启了手动驾驶模式 大货车的舱门缓缓打开 里面全都是最新的第五代机器人 只见机器人红灯一亮便发动了攻击 男主拿枪刚解决掉一个 紧接着无数个机器人就一起蜂拥而上 他们没有恐惧 也没有痛觉 每一个就跟死士一样 向男主的车冲去 他们都是总裁秘密打造的杀手 他们像蝗虫一样 将男主的车团团为主 男主突然打死方向盘 让跑车急速旋转 把车上面的机器人全部甩飞 掉落的机器人卡在了车轮下面 引发了机器故障 两台货车失去了方向 撞在了隧道的墙面上 爆炸的余威让男主的车发生了侧翻 重重地摔出去了几百米远 男主刚从车里出来 还没等站稳脚跟 一个唯一幸存的机器人便追杀了过来 但只交手了一个回合 手里的铁棒子就被机器人抢了过去 情急之下 男主用自己的左臂去挡 这时机器人才发现 原来他们是同类 男主的机械手臂威力极强 一拳就能将钢筋铁骨打得粉碎 机器人眼看无法完成任务 他便转身直接跳进了火海自焚 不给警方留下一点证据 这时隧道里出现了几十台打扫机器人 只用了不到30秒 就将案发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 很快局长带着人赶来 但所有人都不相信男主说的话 因为现场一点机器人的残害都没有 同事们看他就像看神经病一样 男主白口莫辩 他带着满腔的愤怒离开了现场 他回到家中 用仿生硅胶喷雾 修复了破损的机械手臂 这时女博士找了过来 也发现了他是个半机械人的秘密 原来他的整条左臂都是机械的 就连肺部也是机械仿生的 他只能依靠控制程序来呼吸 随后女博士带着男主 找到了机器人桑尼 桑尼拿起了笔 双手就像打印机一样 快速地画出了他的梦境 在一个残破的断桥下 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机器人 而山顶之上站着一个伟岸的身影 桑尼告诉他 这个身影就是解放所有机器人的救世主 而这个救世主就是你 也许找到画中的地方就能找到答案 男主骑着摩托连夜来到了断桥的位置 这里堆满了集装箱 而里面全都是老一代的救机器人 他朝着断桥的方向走去 随后爬上了一个小山坡 下面更是有着数不清的集装箱 当男主走近了一看 竟然亲眼目睹了一场惨烈的大屠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